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就把这种肝炎称为乙肝 光说定义可不够 这就跟着生物菌的镜头 走进乙肝患者的生活去看看吧 上街买菜肝拿几根黄瓜 哎呦我的肝啊 像是有针子刺刺刺 这上有石头在坠坠坠 买着奥克业的肝脏是不是被撕裂了 一秒不到浑身冷汗 肝气疼痛是乙肝的症状之一 通常表现为刺痛或症痛 十有十五 生气 劳累或者干重活的时候 痛感更强烈 瞧我这皮肤黄 眼睛黄 连尿都是黄的 被小活人附体了吗 你那是黄胆啦 是乙肝又一大症状 口感越深 因为的病情越严重哦 吃饭来的拿筷子 大便都没劲了 躺着喘气都嫌累 乏力也是乙肝的症状之一 这个咸 哪个辣 不是太油就是太腻 什么都不想吃 看久一点 还想吐 胃口不好 液油 恶心呕吐 同样是乙肝肠症状 乙肝控制不好 容易使肝脏失去活力 导致纤维化 硬化 甚至招来肝癌 相关数据显示 原发性肝癌患者中 有80%是由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 说身体 说精神 因为乙肝丢工作的有没有 失恋的有没有 没朋友的有没有 乙肝患者承受着满满的嫌气和歧视 有没有 硬毒液 传染液 肝癌液 害怕有罪吗 别跟我玩到的绑架 保护自己是本能好吗 你是不是以为乙肝患者好可怜 其实乙肝病人的健康人没素质 其实乙肝病人承受着嫌气和歧视 并不是健康人强加的 他们不是凶手和被害人的关系 真正的凶手只有一个 那就是乙肝 健康人同样承受着面对乙肝时 所产生的恐惧 在乙肝面前 所有人都是受害人 只有多多普及乙肝的疾病知识 端正对乙肝的认识 才是消除歧视和恐惧的唯一方案 作为一个说干就干的行动派 行动军挑选业战 查资料 写稿子 画动画 疾病科目大业舍我其谁 认识乙肝的路 必须从肝脏开始 你一定有个疑问 为啥肺炎 肾炎 貌似都没有肝炎严重 肝脏在身体里有啥重要性 肝脏发炎之前和发炎之后 都有啥变化 下期回来 咱们干上见